4月初三坨台风来袭 阳明山有一些伤害 原本要去鱼路古道拍摄盲花 但是他受伤了 因此他封路了 也一直没有风情不道的消息 走我们一起上山去看看 10月11号这天天气终于不错了 决定去看看 当市民小八一号到风贵嘴下车 以下来走一段路 就听到惨惨的水流声 哇可以知道山坨台风 带来的水量有多么的惊人了吧 这边的风也非常的舒爽 走起来非常的舒服 终于到了登山口了 我们开始往上抖上 一直都很喜欢风情步道 这里的风景 所以特地要来看一下 关心他一下 有没有受到伤害 沿路的时候 大家一起要来注意一下周围的环境 听到这样的水流声 有一点点小小的担心 这边原来都是没有水 很干顾的 没有想到现在的水是这么的澎沛 自从山坨台风走了之后 再加上东北季风的关系 所以整个阳明山的水量也暴增蛮多的 因此整个这里都是比较湿滑一点 大家走起来要特别的小心 尤其在这十街上面有很多的青苔有一点点滑要注意 太棒了 给自己一个掌声 我们终于到了风贵嘴步道的这个牌子了 真的是要休息一下 这里风非常的凉爽 还有人骑脚踏车过来的哦 喝口水之后 当然是要继续的往上走 这边有个牌子上面写着 晴天刚6.1公里 走 我们开始往上走 哇 这样的天气有没有非常的让你羡慕啊 蓝蓝的天 白白的云 就像棉花糖一样 好漂亮哦 这里也有芒花哦 随风摇曳 真的就是美啊 快看快看 远山有没有像别人口中的抹擦山呢 好漂亮对不对啊 这视野真的非常的漂亮 这沿路上的风光真的非常的好 除了远山以外呢 还有芒花 还有很多很漂亮的小花啊 小草啊 还有一些蝴蝶 这里的生态真的很棒 还有遇到小瓢虫哦 当然小蜜蜂它也非常的忙碌啦 所以我们现在呢继续往前走 不要被它们耽误咯 有没有很爆笑才走了200公尺 哇 告诉你们这一段路真的是有一点点抖上 所以这么慢呢也是有道理的 别忘了我们是来散步的 看看这个枯枝有没有觉得非常的漂亮嘞 以前小时候都觉得有这样的枯枝真的有一点浪漫 想请问一下 那有没有人知道从风柜嘴到建坛捷运站的市民小八一号是几点钟会有班车呢 如果您知道请你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好吗 由于住的离风柜嘴比较远 所以每一次都没有办法赶上第一班车 然而第二班车却是在早上的10点10分 上来之后就已经是快11点了 每次到顶山那附近的时候都山栏弥漫 都没有办法看到美丽的风景 所以好想倒过来走 但是又怕不知道几点才有车可以下山 所以在这里麻烦知道的人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谢谢你的大恩大德 要注意咯 这次来的时候发现步道上很多牛粪 这些牛牛也太可恶了吧 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真的真的好喜欢风情步道 这一段走起来真的让人心旷存疑 我们不跟人家比赛 慢慢走 欣赏风景比较重要 就是喜欢这样边走边拍照边分享 让你也有心动不如行动的感觉跟冲动 除了刚刚石阶上面的清态以外 这个石板路上面也是会滑的哦 再看看石板路旁边的烂泥巴 哇这个应该是被牛牛踩过的 脚印还蛮大的 泥泞哦 这次的沿路上还发现了不少的姑姑哦 真的很特别 但是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拍照就好 继续往前走 看得出来这里的树木花草没有受影响 反而更加的茂盛 只是路有一点点滑 一定要非常的小心 温馨的提醒 最近想上来的人尽量穿雨鞋 免得狡猾 不然你就等太阳晒过一个礼拜以上 再来吧 最近的天气非常的不稳定 谁也不敢说 什么时候山上又会下雨 所以最好还是穿雨鞋比较好 边走边看也快到柳山林了 看看这树干上面长了青苔 好漂亮哦 慢慢走欣赏风景 真的不要跟人家比赛 人家是来回四小时 我们可能是一趟就要四小时 风情步道最美的那一段 就是柳山林了 它刚好是在这一段的中间点 我们走过这一段 就会到达顶山 大家都会在顶山这里稍坐休息 吃个午餐 没有想到 却被旁边的鸟鸣声给吸引了 先找一下 它在哪里 这个声音非常的响亮 感觉它一定不是一只小小鸟 好好奇 它是长什么样子 究竟它是躲在哪里啊 寻声找一下 停停停 感觉就在这里咯 注意看一下 就是它 有没有人知道 它是什么鸟呢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吗 谢谢啦 找到它之后 要小心脚下 这个烂泥巴 别被划倒咯 我们回到刚刚那里 有座椅 休息一下 吃个午餐 再赏 在这路上呢 看到了一朵很漂亮的花 这是梵天花 也叫做野棉花 千万不要把它误会 它是福山花 它是小小朵的而已 相逢自私有缘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观赏